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马上来看一个快讯 因为大家在关注 保龄茶室二死了 原本我们听到说 好像是一死的这样的状况 可能现在还不断有 人数上面的一个更新 其实人家讲说 这是阴谋论 因为发现他其实早就公告 三月份租约到期 没想到现在三月剩没几天 但是却爆发了这样子的 食物中毒的状况 造成两死两重伤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呢 会是跟这个朱月到期有关吗 所以现在网友在直呼说 这当中问题不单纯 搞不好有什么样的阴谋存在 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呢 又其实因为现在 很多的店家在这个时间点 纷纷宣布要写业 那是来自于撑不住啦 这个店家要调涨啦 三月不收四月就要开始涨价了 所以这个店价让很多的面包店也好 餐饮业也好 看到今天有这个很多餐饮业都跳出来 就说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 那面包店现在变成了经济部 最主要在那边好像打吹够的一个对象 他就讲说半夜烤面包 选时间的话你可以一个月省一万七 人家就在喷他就说 你这意思是说叫面包店的员工通通半夜来加班烤面包吗 那你省了电费 员工的加班费不是还是要反映到面包上头吗 然后他就说没有哦 赶快回应 白天烤也是可以 年省破四万 他告诉你一年 一年省四万 跟这个月省一万七 单位不同 可是你看他都是告诉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数字 那问题是 他这是有时段限制的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换句话说有一些那种咖啡面包复合式的那种 比方像什么85度C啊 那种可能就七八点就营业的 那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面包的 因为这个不在他省钱时段吗 你是要逼着所有的面包业者 全部通通要卡在这个时段来烤面包吗 那也就是如果你一般上班族 下午五点之后想要去面包店 想要吃个现烤面包 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那不在省钱时段 很多网友在觉得说 这经济部你真的不会举例 你就不要再硬拗了 甚至还讲 你干脆你经济部直接说 今天开始大家不要吃面包 这样会不会更快一点 那朱泽民刚刚也在这个背询的时候 有被问到说 这个台铁便当多少钱 结果他又答错了 这是不是有商案 这有商案 没有商案 好 他又答错了 好我们来看看 赖世宝问他说 这个台铁便当多少钱 然后他就说 大概110到120吧 贵的有150 然后他就说 错是100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计长 要嘛这个面线打得太便宜 要嘛就是便当又猜得太高 所以感觉上面好像就是 跟民众的生活没有接轨 你不知道物价到底是多少钱 那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我们现在的官员 就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举出那种荒腔走板的例子 那现在最终的一个期待 就在这个星期五了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这个蓝白现在提议要动涨电价 这个对于民众来说 很多人是有共鸣的 就说对啊 这是你政府的那种绿能政策嘛 导致现在全民得要一起尝苦果 那难道没有办法来 这个转还一下吗 因为你一旦电价涨 一定是万物其涨 什么电费会影响到学费 医药费什么全部交通费用 每一个都涨 那对于民众来说 这是加成式的一个痛苦 所以现在蓝白提议要动涨电价 会列在29号 也就这个星期五的立院的院会的议程 那国民党团的讲法 立即要求立即停止调整电价 要求行政院责成相关部门 即刻检讨现行的能源政策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上欧美的步调 现在欧美认定核电是绿电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上这个步调 还要一直非核家园的神主牌抱着 然后全民一起来 这样子买很贵的天然气 用烧煤来发电 民众党团是说要求经济部 经过这个经委会审议通过之前 这个电价全面还涨 所以很多的网友们 PTT乡民就讲说 还好不是民进党过半 现在真的幸好有蓝白盒 蓝白盒真好 还有机会我们可以 让电价涨之前踩刹车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团的立委 竟然一致性的反对 全部都反对 那人家就喷 就说民众绿委那么的冷血 麻木不仁反对 动涨电价 那其实呢 国民党团也是看不下去 那可是民进党团讲法是说 电费由立法院决定 将会加速台电的破产 然后说 这个立法院能够承担后果吗 到时候 国人没有办法稳定用电的话 这是不是无事啊 又跳出来在威胁人民啊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绿营桶的这个绿电的楼子 现在好意思叫全民擦屁股吗 因为其实涨价的原因就在于说 你们一直要这个推绿电啊 就像是云豹小公主 那时候一听到要重启核电 不是在那边嗆 重启个屁 那这一个愤怒感 其实就已经反映到 现在他们这个 你说这个云豹小公主 就是因为这样油红转黑嘛 就没有选上了嘛 那可是蔡英文对她来说 2025 绿电达到20% 已经确定跳票了 但是问题是2024 没有她的事嘛 她卸任之后就不关她的事情 但是全民要来承担 你们这些人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或是赚钱之后 全民要承担苦果 我们来问一下龙姐先 这个电喔 不是只有这个涨而已 你要了解 现在你让它涨11%上来 那六七八九十 还有一个夏日电价 对 那这个夏日电价 这11%里面 还要再乘以夏日电价的比例 那就会更高 怕死人 那我们知道台电很难 都已经借到腿上头了 都可以没办 没办就崩破 可是谁造成了 就整个能源政策 那当时清德兄在选的时候 他有讲过 如果不得已 他不排除 不排除 已经不是非核家园 这个神主牌 神主牌已经没在沾住了 所以清德兄 你这个时候要看 为什么日本受到311核灾 这么严重 他把所有的核能停掉以后 现在全部重启了 战不掉 然后天然气又是大涨价 那我们现在不是烧煤 就是烧天然气 太阳能一核四颗半 到六颗半 到九颗里 不定 气大气 那你 你让他不涨价 不涨价就大家面对 可是为什么核能 你偏偏不用 那核一现在是暂停 但基组还在 核二核三 两名都停了 每年都很高级 所以我昨天问院长 院长说 那个如果研绎 全世界都在研绎 世界40年都演20年 他说研绎会比成本更贵 比我说不 我通常大家拔来行 你都不是说人来行 我说因为你没 研绎是在安全无虞之下 当然你要土木结构的检测 机组的检测 再下去 再这样开就对了 绝对比太阳能更燥 绝对比烧烤烤烤烤 很简单 核电的是穷人用的电 那你整个政策歪掉了 你不愿意去导真 也不愿意面对 我可以体谅 蔡总统任内的是 行政官员不愿面对 所以520 那我们先把你动下来 想办法先把你停下来 让520 赖清德的行政院长上来 你愿意面对 愿意检讨 愿意认为 核能的配比 我们能源的配比 跟我们的政策 愿意重新检讨 重新面对 这样大家就可以有机会 来把这个电阶停下来 至于拨补 每年超收四五千亿 你不是也拨补过台电吗 这个就可以先暂停 那至于工业用的大户 该怎么去就怎么去 对不对 所以龙界先讲得很完整 这个动涨 不要这个绿营的 听到动涨两个字 又要开始在那边喷 就好像要指责谁 但是这个龙界先讲的 想法是说 动涨之后等到520 赖清德如果有不同想法之后 是不是改变能源政策 不要再拥抱非核家园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也许我们电价 自然而然成本降了 就不需要涨了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刚刚谢文介提到说 都已经这个 我们有时常跟他说 赛金卡丞在那边绑 就是他讲的民进党 都已经快爆了 你不给他掌会爆 但我认为不必等到什么赖清德 我有妙方可以解决 我等一下再来讲 我先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 你今天台电跟王美花 你们明明知道明明会反弹 然后你出来说服 如果你态度很谦卑 承认自己有问题 那大家都会体谅 我最生气的是 呼隆再呼隆 你看最近两个 一个说700度以下 一天才不过增加两块 人家问说哪里 他说那个烘焙房 烘焙房发生是个 不烘焙的摆着分店 根本不是这样 一算下去的时候 要增加一万多 增加183倍 也不是一天增加两块 你这个马上就破功 他又讲说 推出一个时间电价 刚刚谢文介已经讲了 你那个时间电价 你有体认到老百姓的 晚上半夜 每个人提到烘焙吗 那个加班费呢 你完全是脱离现实 更何况你那个时间 你没有考虑到夏天的电价 这才是真正的 你一方面涨价 一方面夏天电价 我在想 台湾夏天的白天 的烘焙房 那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一句话就电报了 你这电费就报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你拿出来那个缩帖 都是一种例外 而且更何况这个例外 还是虚的 还是假的 还是编的 还是不合乎真实的 你可以这样子搞吗 你连老百姓的日常 你都没有好好的 搞清楚去面对 更何况我像我刚才讲 如果极端 又是很热 然后又是夏天 然后又是涨价 然后又是用电特别凶 那你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压力来的部分 另外一个很大一部分 那个承受压力 当然我也看到企业家 在刚才叫的 是他们也会增加负责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两个东西 他们生活上是比较富裕 日常生活他们家里的电 他们可以承受得起 小老百姓日常生活涨价 都已经承受不起 第二个 这些大企业 他们有机制 他们掌握产业的上游 他们可以转嫁 他们有生活生产工具 那个转嫁谁吸收 就是那种没办法的小老百姓 所以你想想看 小老百姓日常生活 已经很拮据 增加电费已经承受不了 然后再没有能力承担 如果这时间到 我来告诉你怎么解决 就是我刚刚讲 第一个 王美花如果你们认为说 不会增加 请国家的所有的单位先做到 按照你那个方案 所以你就要审 如果你做不到 王美花拿你家的钱桌来贴 你不可以给编誉赠 他们说可以做到 涨一点点 你不要编预算 你们作为叫什么叫百姓来做 这个就是骗人 第二个 那个亏损 我已经讲了 民进党只要宣布 这次涨11% 我们从此开始少贪11% 少污11% 你如果减贪减有11% 国家就出来了 至于过去亏损的 你们再宣布 我们自动捐献11% 过去贪的多拿的 什么云报 全部捐出来 这不就解决了 一来二来 这个一来涨价部分不会发生 二来过去亏损可以弥补 这个时候动涨就很有道理了 你就民进党 部位问题民进党自己改冠 11%你们自己从此不要贪 就不会有亏空问题 11%你们过去贪的吐出来 弥补的亏损不就解决了 然后你这次店价的 很多漂亮的方案 你们教老百姓的 自己从做到 你做不到你就吞下去 你们不可以便宜 叫他做给我们看 看你怎么赏 一天两块 一千我看看 好 董哥 民进党是一个 执政就是为了捞天的政党 他们捞天的手法很厉害 那利电是他们最重要的捞天方式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 民进党的政策 政策就是不要用核电 那他对外讲我们要用利电 那利电其实已经证明做不到 2025年占20%做不到 马航九时代4点多 现在蔡英文时代到现在为止 还不到9 8点多 明年可能20%吗 不用想也知道 对不对 那其实都已经知道这样了 可是民进党还用一些话术 在骗大家 让台湾老百姓愿意 乐于当蔡英文的帮凶 每个人都知道应该用核电 核电的成本1.09块 大家想想看 1.09块那已经超级便宜 核电厂用了这四十几年来 有出过什么辐射什么问题吗 从来没有够 我们三座核电厂 八六个机组都是安安泉泉的 全世界都在演绎刚刚像龙殿兄所讲的 对不对 人家没有盘算过吗 现在全世界可以用核电的 只有三十几个国家 都是比较进步的国家 一般很多非洲 中南美洲 很多国家还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人员政策 当然对全世界来讲 那是一个很肮脏很丑陋的 蔡英文政策 因为你高度的使用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用到80% 是我们明年年底的目标 连李远泽都看不下去 李远泽去找蔡英文 蔡英文怎么讲 那是下一代的事 下一代电要贵 而且空气品质更差 简单讲就这样 蔡英文一天在收谎 他去台达电参观的时候 然后台达电 因为台达电是前台湾第一名的企业 没有第二名了 台达电的郑从华是我 前台湾最崇拜的人 因为他真的全力在做 那蔡英文在里面讲说 以后电价不会大涨 然后有人听了蔡英文这样讲 问郑从华 郑从华说那是做不到的 很有良心 这个人了不起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蔡英文任内我们电价涨多少 涨35左右 涨了三分之一 马航九时代八年涨多少 涨18 马航九时代是因为陈水扁前面 因为他贪污民调低 他洞涨 所以马航九把他再涨回来 马航九涨18 蔡英文涨他的大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台湾 因为都是 今天你今天碰到的问题 都是因为政治引起的 叫你出来投票 只要前台湾四分之一的人 支持核电 台湾人都不肯 所以你今天碰到了 你就是被政治绑架 蔡英文告诉你 你如果去投的话 你就是支持中国大陆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是国民党提了案 和那个有什么关系 各位我们今天 都没办法去理性谈这个 可是台湾的用电方式 在全世界是非常肮脏的 因为你一直用火力化电 你在破坏地球 你已经让大家觉得没有尊严 不要每天用那些空患假的东西 来欺骗大家 最重要就是人员政策错误 然后老百姓去挺一个 人员政策错误的 你怎么会去挺呢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当然小老百姓穷人觉得很悲哀 我们殿下长成这样 那些高官就像春琪老师所讲的 他们店位不用自己讲 高官住政府的宿舍 政府在帮他讲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不公平 有时候可能要埋怨一下自己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忙回来